汉匪丧彪一声令下 一枚洲际导弹从俄国发射台直冲云霄 并以每秒30马赫的归宿往纽约冲去 美国核弹预警系统立马触发黄色警报 此时距离核爆的时间只有4分钟 阿震按下拦截按钮 一发对空导弹立马弹射而出 精准地将核弹扼杀在万米高空之上 得知美国团灭危机顺利解除 人人在歌在舞 全美上下举国同庆 过于嘚瑟的美国人却让丧彪恶心上头 他命令手下将所有核弹遗典发射 紧接着28枚小飞龙再次弹射声 精准朝着美国的要害城市冲击 美国人民再度陷入混乱 还有两分钟所有人都将会去找上帝报答 此时阿真正手起刀落挨个解决丧彪团队 最后时刻终于摁下拦截按钮 十余枚对空导弹展开急速追踪 恐怖的是核弹已快要飞出拦截范围 在重导弹的努力下核弹被依照 然而此时以为落单的小飞棍却杀出重围 笔直地朝着纽约冲去 在导演的安排下最终也被成功拦截 怒不可遏的丧彪随即找到阿真扬言要灭了他 想着毁不了美国至少带走一个美国人 眼看丧彪即将得逞之际一艘潜艇从海中出现 不讲武德的使用暗器便了结了丧彪的幸运 逃过一劫的阿真也终于和父亲同仿 父亲得知女儿的英勇事迹后很是感动 并且带来礼物表达自己的美好祝愿 王八寓意着长寿 他希望这只宠物能一直相伴阿真到老 在鲜花的簇拥下 阿真答应父亲自己会努力地活下去争取送小归先 阿真 阿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